怪兽宇宙拓星了 聚集《帝王计划怪兽遗产》11月17日上线 你心动了吗? 通过最新的预告片 我们知道这部聚集将分成两条时间线 来补完帝王计划的秘密 一条是1950年代 泰弹巨兽刚刚觉醒的时期 我会称为A时间线 另一条是2014年到2019年之间 也就是哥斯拉1和哥斯拉2 怪兽之王之间 称为B时间线 这期伴着猫会为你李顺帝王计划的时间线 解读预告片里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 以及出现的怪兽是什么来头 聚集中串联起两条时间线的 会是一个新角色李肖 他会以不同的年龄段 分别出现在两条时间线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 扮演者本身就是一对父子 扮演老肖的演员 我们一定很演书吧 他是银河会对二李心觉的父亲 是速度于激情里的无名士 在A时间线里 除了有年轻的李肖 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角色 曾经出现在电影《金刚骷髅岛》的威廉兰达 电影里称他为比尔 年轻时他就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 临死前依然如此 而剧照中他身旁站着的 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女性角色 名叫Keko 应该是一个日本女人 名字只有英文 懂日语的小伙伴 可以把她的日文名字打到公屏上哦 预告片里Keko是C位登场 应该在行政级别上会比两个男性角色更高一些 我猜测这个场景可能发生在1952年左右 因为威廉兰达是1952年3月10日加入的帝王计划 威廉兰达之所以要加入帝王计划 是与他早期遭遇的一起重大事故有关 1943年威廉兰达在老顿号上服役时 遭到了未知泰坦的袭击 舰船被泰坦击成 兰达奇迹般的幸存下来 也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当时的美国政府将沉船的原因 定型为战争导致的 这让兰达十分的恼火 立志于要挖掘出真相 找到泰坦 并且他相信泰坦巨兽是一种 无意识的生物 必须被消灭 在预告片里可以看到 有一艘即将寝负的船 上面袖姬斑斑长满了水草 不太像刚刚遇袭的样子 但是左上角的转痕 却很有劳顿号的味道 也是因为劳顿号事件 以及之后一系列的非自然事件 使得杜鲁门总统秘密成立了 帝王计划组织Mornach 由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牵头 专门追猎和调查 大型未识别路上生物 简称姆托 而船寝负下来的时候 下面看到有三个人 班长蒙认为 这可能是威廉兰达1952年 加入帝王组织以后 和主角团一块来调查 老顿号事发生的故事 而正是此时 他们遭遇了不明的大型生物 我们再来看这个 快要倒下来的船 照道理说 已经这样的角度了 三个人一定是没办法逃生了 除非有什么超自然力量相助 否则难逃成为肉饼的命运 那么你觉得 可能是什么样的超自然力量呢 这两男一女之间 似乎还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预告片中 老肖看的幻灯片里 年轻时的自己和Kiko谈笑风生 而剧照里 威廉兰达又和Kiko走得很近 最终很可能是威廉兰达成为了赢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剧中 有一个名叫凯特兰达的亚裔面孔女孩 用了威廉兰达的名字 又是一个亚裔 这个人会是威廉兰达的女儿吗 我看网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猜测的 但是年龄上恐怕对不上 威廉兰达1973年死于骷髅岛 如果凯特是威廉兰达的女儿 那在2014年见到哥斯拉的时候 年龄最小也得41岁了 但设定上显然是20多岁的样子 所以凯特很可能是威廉兰达的孙辈 要么就是威廉兰达死后Kiko收养的孩子 威廉兰达生前帝王计划还有什么重要事件 出现在预告片里吗 其中和宫泰坦的画面出现了三次 一次是人们远远眺望哥斯拉的贝奇 一次是士兵在核弹上面画禁止怪兽的标志 一次是哥斯拉冲向一座小岛 三个画面完全可以串联起来 而且和之前怪兽宇宙的剧情相互对应 在这次和宫泰坦的计划中 除了有哥斯拉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泰坦巨兽 名叫死亡之群 死亡之群是非常特别的泰坦 它可以分裂 哪怕只剩下很少的组织 只要有能量激活它 就可以重生 并且吸食的辐射越多 体型也会越大 所以有人就提出 之所以那么变态的生物 至今还没有统治地球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天敌 这个天敌就是哥斯拉 而提出这个概念的人 就是秦泽 不是哥斯拉一里的秦泽博士 而是他的父亲 秦泽英二 哥斯拉起源漫画里的主角 秦泽推测 早在2.51年前 哥斯拉和死亡之群 就曾经是对手 但他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那些话 也实在是太操弹了 以为真的没有人会仔细看是吧 哥斯拉击败了死亡之群 但死亡之群并没有完全死亡 之后由于巨大陨石的撞击 地表的辐射消散 以辐射为时的泰坦们 纷纷躲进了地下 吸食地心的辐射 直到1945年 奥本海默制造了原子弹 小日本被核弹轰炸 死亡之群才重新复辟 当然核能也诱惑着 更多的泰坦来到地表 用餐时间到了 这势必将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 而传奇怪兽宇宙中 哥斯拉的设定 就是平衡的守护者 所以他来到地表 是为了维持秩序的 漫画中 核工泰坦发生在1954年 主要目标其实是哥斯拉 因为除了秦泽 大部分人是不相信 哥斯拉对付死亡之群 这种说法的 并且认为 哥斯拉的危害更大 而在历史上 第一次清淡实验 就是发生在1954年 就在比基尼环礁 所以传奇怪兽宇宙 是把两个事件 串联到了一起 预告片中 年轻的李肖和另外三人 穿着磕磕队一样的衣服 准备进入一个球形的装置 也许就是服务于 这次核工泰坦的计划 爆炸后 死亡之群被消灭 但是哥斯拉 只是打了个宝格 逼电了 在预告片中 我们看到一个会飞的 头上长脚的新怪兽 所以有很多人推测 这应该就是死亡之群吧 如果这真是死亡之群的话 伴只猫反倒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按照死亡之群 分裂重生的设定 不应该是一个 传统怪兽的形象才对 我理解它的形象 可能会更接近于 毒液类型的怪物 所以我更希望 它是另一只怪兽 也许是跟老顿号 有关的怪兽 预告片里 有怪兽撕碎传只的场面 会不会是当初怪兽 吓得仔长大了呢 不得而知 在此之后 帝王组织便开始了 全球化的拓展 1959年冷战时期 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 印有帝王计划logo的 巨大遮盖物 后面的哥斯拉电影里 我们知道 在俄罗斯地区 的确有一个前哨战 那里看守的是 泰坦巨兽安虎鲁克 1973年 是电影《金刚骷髅岛》的故事 预告片里 也有相对应的镜头 威廉兰达 也是在这次 骷髅岛勘探中去世的 但预告片里 出现了电影里没有的场景 有个怪兽一闪而过的镜头 看似这是一只怪兽 其实是两只 后面那只 是我们在骷髅岛上 看到过的那种 长脚蜘蛛 而靠近我们的这只 似乎是一只新的怪兽 哥斯拉维基百科里 暂时称它为螃蟹怪 它的肢体更为粗壮 镜头中似乎 两只怪兽 正要上演一场大战 1981年 秦泽因二去世 他的儿子 小秦泽博士 决定追随父亲脚步 加入帝王组织 1991年 帝王组织在 莫拿岛火山 发现巨兽 当地传说 火的恶魔就居住在此 这个巨兽 后来被命名为 拉顿 1995年 金刚骷髅岛里的 黑人科学家 布鲁克斯和山的儿子 对 就是景田的儿子 去了骷髅岛 再也没回来 1999年 帝王组织在菲律宾 发现了巨兽化石 一看这不是格斯拉吗 但此格斯拉 非比格斯拉 实际里还有一只 雌性木托包子 处于休眠 帝王组织 于是就把包子 带到了美国内华达州 一个核废料存放地 而一只雄性的木托 孵化出来以后 游到了日本 雀路罗氏的核电站 投石核原料 导致重大的 核泄漏事故 当时人们还以为是地震 这就是电影 《格斯拉1》的开头 2005年 帝王组织的一对 夫妻党马克和爱马 无意中发明了一种 可以与泰坦进行交流的工具 奥卡 这就是《格斯拉2怪兽之王》里的 关键道具 2008年 张子怡饰演的陈爱玲博士 正式加入了帝王计划 2009年 陈博士在中国云南的雨林中 发现了12000年前 古人建造的神庙 发现了摩斯拉 再往后 就是接下来新的B时间线了 2014年至2019年 主人公就是威廉兰达的后人 凯特兰达 设定上 他曾经是一名学校老师 2014年 《格斯拉》登场时 他亲自利临了金门大桥 并且幸存了下来 所以对怪兽的情绪 是很复杂的 他将去日本处理一些家事 但却无意中发现了家族的秘密 也就是一个 印有帝王计划logo的档案带 这个上面 我们看到有威廉兰达的名字 但是边上有一个J 是什么意思呢 外国人有时候 儿子会直接用父亲的名字 然后加上一个Junior 二是 这个档案带可能是威廉兰达的 也可能是他儿子的 除了预告片 还有一张档案带的剧照 信息量更大 左上角就是威廉兰达在帝王计划中的ID卡 显示他所属的部门是神秘动物学 职位是助理教授 以及他1952年的加入日期 在这个ID卡的左上角 是帝王计划的价值观 逻辑之外 有真理 档案带四周摆放着各种照片和资料 应该都与泰坦巨兽息息相关 比如这张火山基地的照片 似乎就是火鸟拉顿所在的前哨寨 再来看右下角 有一张光盘 这显然不是威廉兰达时代的产物 是他的家人或后人整理的资料 预告片里可见一般 资料的内容大多都已图改 只有帝王计划的标志赫然在目 在Apple TV的推特上 有一个更为详细的视频 信息量更大 另外档案带里应该还有一个影像机 剧照中没有展示 但是预告片里又出现 里面有帝王计划的秘密往事 B时间线里 凯特的身边会有两个辅助型的角色 女的叫梅 饰演过闪电翔的女朋友 梅是一个外来一美国人 霹雳脾气的外表 是她用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内心其实并不如此 她是团队里的技术咖 擅长破译密码和找系统漏洞 预告片一开头拧开关的 应该就是梅 因为你可以看到她的脏变 男的叫剑太郎 是一个聪明有创造力 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 他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迷茫 剧情中 他也将探索自己神秘附近的过去 两条时间线都是三人组 工程队长 不过在B时间线里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年迈的李肖 他将是揭开帝王计划 神秘面纱的关键先生 半只猫的猜测是 在A时间线里 李肖很可能在执行完任务以后 就与威廉兰达和Keko失联了 所以另两人 才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通过预告片的台词 李肖的理念 是主张保护人类和太坦的世界 而不是追杀泰坦 他应该是认为和公泰坦这样的行为 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初心 而威廉兰达的后人凯特 打开尘封已久的档案后 才发现了李肖的存在 为了探寻家族的真相找到了李肖 给他看了曾经的影像资料 于是便开启了一场帝王计划的揭秘之旅 由于聚集的时间主要处于2014年至2019年之间 那么哥斯拉出现的频率可能将非常少 按照《怪兽宇宙编年史》 2014年有《哥斯拉大战至尊木陀》的剧情 除此之外就没哥斯拉什么事了 不过其他泰坦出现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比如2016年帝王组织会在南极洲 发现兵风的基多拉 三只头戴翅膀的金色巨兽 代号零号怪兽 2017年至2019年 帝王组织将在世界各处发现巨兽的地方建立前哨战 所以寒怪律方面还是值得期待的 想了解更多《怪兽宇宙》资讯的小伙伴 可以给半只猫点个赞 评论区里来催更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